太子殿下 末将乃陛下钦锋的大都督 不知道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殿下要如此折辱我 赵大都督 父皇命你统领三州军政 誓望你能亲眠爱眠 彰显皇恩浩荡 可你都做了什么 就为了一己私利 胆敢藐视圣旨 将本营发给百姓的物资 据为己有 你回头看看 看看你身后的百姓 你可是他们的父母官 可天下有哪个父母 能忍心看着自己的子女受此折磨 你不但辜负了父皇的殷勤期盼 更断送了大随百姓的福祉 朕是其心可诛 其罪难饶 来人 赞 大都督赵兴 藐视圣旨 贪赃枉法 按律当斩 等等 太子殿下 我那朝廷命官 太子殿下 你不能就这么杀了我 太子带天子出血 自然可带天子行事 你长罪大恶极 此有余辜 死到临头了你还如此嚣张 拉出去 斩了 是 又人人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不能这么杀了我 太子殿下 你不能这么杀了我 太子殿下 皇恩浩荡 父皇体念百姓艰辛 故而广失人症 却不料被赵兴这等贪官 从中作口 七上瞒下 终保私囊 本宫近日以大随太子的身份 向各位保证 国库发放的物资 定会悉数讨回来 一样不差地还给你们 今后再有敢阻挠大随新政 不顾百姓死活的官员 无论品纪多高 本宫也绝不姑息 还望大家 明白当今圣上的一片苦心 尽快开始纯耕 也可早日自力耕生 重建家园 太子千岁 千岁 千千岁 古长 家伯父 家伦 臣妾一向觉得 永儿这孩子儒雅犹豫 果敢不足 没想到 也有这般雷厉风行的时候 此举必定大快人心 如今不仅是陕州百姓 就连朝堂众臣 也都对他称赞有加 由此如此 朕总算是可以放心了 永儿这孩子 是你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他的脾气性情自然不会错 广儿虽然自幼不在我们身旁长大 可他由永儿做榜样 日后也会逐渐成熟干练起来的 相信有朝一日 他们兄弟二人定能互相辅佐 自古皇家争斗 兄弟多识和 但愿我们的永儿与广儿 能够兄弟齐心 广儿这孩子 有才但多疑 还需多加引导 以防有益 小罗 你似乎对广儿 有所芥笛啊 广儿 他太过沉郁了 一言难尽 但愿是臣妾多想了 朕好不容易历尽艰辛 才有今日 若他日 朕驾鹤西去 望他们兄弟二人 能守得住 这大岁的金业 陛下春秋鼎盛 还有大把时间 可以好好调教他们 又何必忧心这些 新兰 是 臣妾炖了些补品 陛下用一些吧 有劳你了 来 小罗 小罗 臣妾 又想起丽花了 这孩子 小罗 我们如今能做的 便是让大嘴更为强大 让百姓更为安定 如此 才不会辜负他们的牺牲退让 臣妾已让丽花抄写佛经 希望能够化解她心中戾气 这倒是个好主意 日后丽花 定会明白你的一片苦心 是 皇后驾到 彩铃 把眉拴上 是 跟本人都在哪里 我去看了 也不想他 你做到了 你我做得了 帅家人 得了 呢 那我做得了 你做得了 她的 我做得了 我做得了 那我便在门口 与你说说话可好 丽华 这里还住得惯吗 这天气渐渐热了 前几日 母亲派人给你送的新被褥 你可还喜欢 我记得以前在家里的时候 一到夏日 你便嚷着要出去玩 多大的日头都不怕 永儿就不一样了 他最怕热 对了 永儿近日在陕州立了大功 你父亲很是高兴 连连夸赞他们 这孩子如今也长大了 嘴里整日念叨的 都是大随百姓 是你父亲教得好 你最近 可有好好吃饭啊 参见父皇 儿臣与魏王出巡归来 各向父皇覆灭 平身吧 谢父皇 永儿 你此番出巡 成绩斐然 查处昭星等人 贪赃枉法一宴 更是大快人心 果然不负朕所望 即日起 进太子杨勇 入尚书省 参与军国政事 为朕分忧 谢父皇 儿臣定当竭尽全力 不负父皇重托 好 魏王 你此次护卫太子出巡有功 赏黄金百两 以章其功 臣弟谢过陛下 陛下 太子诛杀赵兴 其余周郡官员闻风丧的 再加上都官奋力整齿 现如今各州郡贪赃忘法之事 已基本俗清 百姓都在称赞陛下圣母 太子贤德 好 朕素来最痛恨的 便是一个贪子 如今国之出力 百废待兴 断断容不得这些人 乱了我大随的国际民生 太子此举 振合振意 传令下去 即日起 闻吾百官再有贪污受贿者 必当严惩不待 臣遵旨 朕还有一事 前朝五帝时 为扩大农耕 下令进佛道二教 逼迫僧侣还俗 时至今日收效如何 中卿可有见解 陛下 臣以为 佛道二教自捍卫以来 便深受百姓信赖 其影响根深蒂固 当年 前朝五帝断然禁了二教 又强迫僧侣还俗 实乃道行逆施 非但不能有益于农事 反而使得全国流民增加 动荡不安 依臣之见 礼佛尊道乃人之常情 陛下心怀百姓 不如顺应民心 解除禁令 亲王 您有何看法 父皇 佛道二教均叫人向善 正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 百姓遵佛重道 不但能化戾气为祥和 更能使其自省自见 心有因果 便不会为非作胆 百姓安定 方能使我大随常治久安 为长远祭 还请父皇解除禁令 重振佛道二教 以安民心 臣等父义 众卿所言甚是 早年间 朕曾寄居在佛寺 对佛祖始终是心存尽的 如今天下出定民心浮动 正是安佛之事 如此 朕便准重卿所奏 即日下旨 解除禁令 重修佛寺 道观 陛下平明